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!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袁冰炎玉守观音清诚意清欢,让所有人折服,钟翰良一脸失落! 袁冰炎的清诚意清欢玉守观音,迷倒众生,奉清欢一身青山,端坐于青砖之上, 鲜鲜素手伸开,宛如一朵洁白的莲花,宛如一朵莲花,令人着迷! 袁冰炎的新电影《清诚意清欢》,不但长得漂亮,而且穿的衣服也很漂亮, 那种清纯甜美的感觉,让她想起了琉璃美人煞中的楚玄机! 袁冰炎这个人物,还真有几分可塑性琉璃美人煞里, 袁姐姐将清纯的师妹,冷艳的女皇,绝望的刺客,痴情的战神,完美地诠释了出来, 而袁冰炎在《清诚意清欢》中,又一次分世多角,让所有人都对她充满了期待。 钟翰良有些失望地搓了搓手,47岁的钟翰良,竟然还能站在木偶的舞台上, 虽然年事已高,但钟大哥的容貌,还是一如既往的英俊, 只不过,站在门口搓着手的蒂无牙,却是有些失落,这就像是《天涯明月刀》里, 钟翰良负洪雪伸出了一只高傲的大手一样,让她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 《清诚意清欢》的造型师实在是太会演戏了,凤清欢穿着一身红白相间的长裙,宛如一只凤凰, 周身散发着璀璨的气息,而穿着一袭白袍的凤清欢,迈着轻盈的布子, 就像是天上的仙子,只需要再往前一踏,就能踏上云端。 袁冰岩29岁,钟翰良47岁,两人之间的爱情,将会是一段什么样的爱情故事? 袁冰岩的气质,就像是一个邻家女孩,而钟翰良,则是一个成熟稳重的大哥哥。 袁冰岩在《琉璃美人煞》中,曾经和一个年纪比她大的男主角合作过, 但是这一次,她和她的年纪差距太大了,钟翰良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爱情?